开球 3 2 1 林佳龙投出手中的球 象征女类亚禁赛在台中正式开幕 除了为台湾队伍祈求顺利 市长林佳龙自己也即将迎战2018县市长选举 随着民进党首颇提名九县市首长十任名单出炉 林佳龙力拼起开得胜 中央能够以现任者优先来进行提名 这样有助于党内最快速度的整合 让我们可以一致对外 最重要的工作是把施政做好 让人民有感 所以某个程度来讲都是自己跟自己在选 即使不用面对党内竞争 面对国民党两大将卢秀燕与江启臣宣布参选 日前有民调显示 两人知名度及民调皆紧追在后 林佳龙要拼连任挑战不小 一个市长能够胜选能够连任 关键第一个一定是党内要团结 那第二个是我想要靠成绩 林佳龙为选战勤跑基层 日前才出席强照中心开幕 探示长者展现亲和力 加上上任后一连串政策要打造台中移居城 林佳龙要用政绩瞄准2018 红与新闻红市城张元春台中报道 林佳龙要用政策要减围 林佳龙要做点